由台湾文旦车列联盟及全台文旦幼产局共同举办的全台幼花椎香路跑赛 第二场次是由瑞瑞香农会接棒举行 有1200多位的跑者共襄胜举 跑在充满幼花香气的赛道上 个个都觉得很特别美好 也亲自下场跑了21公里的总干事黄胜黄表示说 透过幼花路跑赛正式启动今年文旦幼农产的促销工作 6点半将近300位半马好手率先登场 第三届由华椎香路跑赛瑞瑞场盛大开跑 接下来12公里以及6公里的迷你马主别也接续明枪起跑 这一次全台幼花椎香路跑赛瑞瑞场 总共有1200多位的路跑好手共襄胜举 在充满幼花香气的赛道上 或跑或走的路跑赏景 个个都觉得这是十分难得的经验 我们全校有亲师生45位 就是为了第一个要支持我们的在地的农业 还有呢促进我们小朋友 还有亲师生的健康运动习惯 不仅仙福农业处长吴坤如包括了农委会农粮署以及观光局花东重管处 台湾文旦策略联盟包括地方机关首长名义代表也都下场跑 实际体验感受沉浸在柚花香气里 路跑大口呼吸 瑞瑞在地的美好 好朋友大家好 好 花蓮好山好水水宝局 希望大家在跑步的沿途当中 好好欣赏花蓮的好农方 那我来自麻豆 我们从上礼拜开始办了 然后接下来就是这一周是这里 下礼拜是在东山 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再继续来跑 那我们一起安用台湾的农产品 大家在流汗了之后 那以后也要请大家多多支持我们 我们赫钢瑞瑞生产的文旦佑 还有相关的农特产品 还有蜜香红肠非常的好喝 今天很高兴来参加这个活动 那我们瑞瑞的文旦非常非常的好吃 所以请大家一定要多多的来认购 多多到时候产季也要来选购 也亲自下场参加21公里半马祖别楼瑞瑞江农会 总干事黄胜黄表示 透过了这一次的釉花路跑赛 也正式启动今年文旦佑农产的促销工作 文旦佑的这个采收大概是在白鹿9月7号左右 那我们文旦策略联盟 跟我们的这个花蓮县政府也好 农国会也好 那从三月份就要就开始行销我们的这个文旦佑 所以我们透过这样的一个 柚花追香的一个活动 希望从现在开始就来为我们的文旦佑来做行销 由台湾文旦策略联盟及全台文旦佑产区 共同办理的全台柚花追香路跑赛 第二场今天由瑞瑞香农会接棒登场 参赛人数不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不减反增 除了献领的纪念山奖牌 其中一厢文旦佑的完赛里 还必须等到8月文旦佑成熟采收下来 才能够领到也让路跑好手们觉得有趣也十分期待 记者是玉兰瑞瑞采访报道